在讲Podcast Podcast是全靠声音的魅力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准备 没有 没有 我就是准备忘记 想说应该要找个理由 好 anyway 我希望大家已经知道 GTV有一个非常棒的Podcast 叫做GTV Underground 然后 我们就是陆续还在录 然后其实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上Podcast 如果你要讲的东西 是跟GTV相关的 那我们已经 比较有 比较开始制度化 有一个申请表 然后就可以申请讲东西 然后题目包含是 就大家的心得 大家的想法 以及一些很棒的坑 大家在做什么 那就是因为 上一集出的时候 已经是十月 所以就是 最近好像大家 比较少在录 然后我自己有蛮多 想要录的东西 但是有点找不到人 一起跟我讨论 然后就觉得 应该还有很多故事 可以来录一下 很多东西还可以来讨论 所以今天就是要 鼓励大家来申请Podcast 或者就是讨论一下 你希望Podcast上可以讲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我的工笔还比Peter还要年轻 因为我还没有开一个工笔 但等一下我再开一个工笔 然后 然后就跟大家讨论说 然后就邀请大家 在那边写说 我想要讨论什么东西 或者希望别人可以讨论什么东西 然后我自己满下 没有录两集 一个是跟饭有关的 另外一个是跟 饭 我自己都忘记 有关的 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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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啊 但我觉得饭没有名词啊 饭在英文就是一个名词 在中文没有这个名词啊 娱乐 吃饭的饭 没有 是快乐的饭 Anyway 但是就是不知道 谁要讨论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这个议题 或者其他议题 感兴趣就 找我聊一下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 准备录一些 很棒的Podcast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现在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请微诚 诶是Clear OK